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一度的本地网球坛盛市 流卖会全港网球公开禁标赛 在八月份将会展开 为期三个月的龙珍虎斗 这一项赛事 除了为本地球员提供大献身手的机会 每年亦都吸引不少中台奥的过光龙 前来竞逐 丰厚的奖金和奖品 可医生可否和我们简介一下 今届赛事的详情 今届赛事除了奖金一样二十万 但我们加了很多奖品抽奖 和很多冠名赞助的奖品 尽量吸引很多观众来看播 项目就是和以往一样 每年都有九个项目 有公开男子单双打 有公开女子单双打 有混合双打 还有主席杯的男女混合双打 在这一天出席了发布会的本地姜 就有二十岁的五万营 别看Maggie年纪轻轻 其实她在南华会网球赛的女丹 已经创出了五年观的佳席 究竟还有什么因素 推动Maggie继续来贪战呢 因为其实每一年 都有时有一些外地来的选手 譬如有菲律宾或者有法国的选手 我希望可以多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对手 不单止只是对香港的球手 为了将女丹的罢业延续 Maggie还专程远赴海外展开备战工作 期望以最佳状态迎接赛事 我最近去了比利时那里练习和打当地的比赛 那时候还要打泥地 所以我觉得对于体能方面 防守的技术方面是进步了 所以对于今次来到南华会的比赛 我就觉得应该有更加好的准备 不单止Maggie 相信这么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网球好手 对于今届南华会 全港公开网球錦标赛的奖杯 都一定虎视眈眈 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 大家记得要踊跃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